在營業武漢企業的疫情學校是如何開學 政府現在說可以照這個公司照顧 不可能是讓家庭都不敢搶 因為怕說沒有薪水才好 現在有一些公司企業 公共航空的地方率先跟我們說 叫他們不必反樂 像有這個造訪人 也有台基金 提供到比努力發更好的 7天照顧到 發薪水的作款 台基點也有說 請這個公司照顧到 也能發一半的薪水 另外這在臺灣跟這個KKBOX 直接觀點說 家裡有十二歲以下 小孩需要照顧完工 可以直接請好千萬這個 公約照顧到千十四天都有薪水 購買這個人很貪心 不過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這麼好 所以現在國民黨就讓政府說 如果公約照顧到政府是不是 應該要付六千薪水 這媽媽就是臨時送來的 官邸的上班進行 先跟小孩上去補十班安庭 政府鄉鄉宣佈說 能後開學 這樣讓很多老公都不知道要怎樣 不過政府有撒出這個 公約的照顧到 有很多家長要求 這是看得對 吃不到 企業有一些響應 有些應該是也就不一定會給薪 甚至就是似同以前無薪的狀況 那這樣讓勞工就更不敢請 家長會當親公約的照顧到 不過這個請家的時尚到底是有薪水還是沒有 這就是要這個老闆人來決定 有的企業是尊家還有給你薪水 包含這個台積電 每天可以請十四天的公約 而且有半身堂貸 那如果這個調風人、台氣人 也提供每天七天的優薪稼 不只這個上台風的內衣 他宣佈說 每天不管是請兩禮拜的公約照顧到 還是說在家的上班 都可以有十四天的專薪 這樣讓很多老公很貪心 郭民黨也跳出來讓政府說 就要比較這個 玉英勞接平身的標準 要讓親家的勞工最沒有有六千的薪水 到底勞動部有沒有認真做功課 去掌握我們現在 可能的需求人數是多少 他把勞工的人口切一半 然後就喊出一個兩千億 我認為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郭民黨提出說 目前整台灣這個 有風疫照顧到蘇吉的家庭 差不多是有八十五萬 如果是以六千的家庭來個高層 請風疫照顧家的人數 差不多是五十一萬 初步的高級就要有五十億的經費 這就要政府帶頭來做 這樣才有辦法來 落實這個風疫的訴求 這是給予勞工過去沒有的照顧價 不見得每個人都需要用到 台灣初一次為了疫情來燕後開剋 也來真做上班族 北部操販的事情 政府用風疫照顧價來做這個配套措施 不過有的是沒有薪水湯而已 國韓國業都是有無工的心情 記者綜合報道 bland鍵 ranseden 氣